奧德是因為他跟著她的一個那個 俄羅斯的一個姐姐 來到巴黎的一個秀場表演 然後我們也不知道她是不是她的這個 這個這個 俄羅斯舞女的親妹妹我也不知道 反正這個舞女就是帶著她 然後稱她妹妹 那她就是 那這個俄羅斯舞女也蠻囂張的 她就是覺得她 她有她有俄羅斯高官的庇護 她說她爸爸自稱她爸爸 是莫斯科有名的 她的高級公務員 她有能耐這樣 那她每次表演就是有 很名貴的服裝這樣 就來到你巴黎的秀場 就很爛 然後她就是到處抱怨 然後挑挑挑 就是找人家麻煩這樣 那後來她就有一天晚上 嗯 就 就沒有留下任何任何音訊就這樣消失了 她就留下她妹妹 就是她所謂的妹妹 然後後來妹妹只好 就被秀場收留 就留下來了之後 就讓她做一些 在各個表演裡面 做各種 然後跑人號或裝飾性的 角色這樣子 不是這個故事 我是覺得是這裡面 劇情其實很大的 因為其他的章節比較是 就是一段 一段 好像在看一個小的樹原畫一樣 然後這個這個這個 這個章節 跑人號的那個章節 比較像是一個 怎麼講的 比較 就是她的劇情情 比較 比較驚人 我在整個讀下來的過程 那是不是有一個 很像 就是 開放問題 看 有沒有人 想 像 有記你要不要分享一下 你跟這本書 改一下 你做一個出版社老闆 怎麼敢出 而且你還是藝人出版社 怎麼敢出這本 從來沒有人出過的 的書呢 你要不要分享一下你的相關 十四號 十四號 來 好 不錯 你還蠻自動刺 我就走到前面來 那個我 我之前 有 那個我之前就跟洪軍合作過一本 幫我的小說叫出事情 那我覺得他 他對文學的那個敏銳度蠻高的 他可以挑到一些 很特殊 笔法很特殊 而且台灣不常見的一些 有趣的小說 或者是故事啊 那所以我都蠻信任他了 就是我雖然看不懂法文 但是我覺得他有他的眼光 那我這個藝人出版社 很多人都以為是 就是講一個人 就是我一個人 其實也真的就只有我一個人 但是重點 藝人出版社不是 不是我這個人 是 每一個跟我合作的人 所以我會 會有很多翻譯跟作家來找我 然後他們都有自己獨特的風格 跟個性 然後我會盡量保持那個 風格跟個性 所以這本書 基本上就是完全是 紅軍的 個人的風格的呈現 他就喜歡 封面設計啊 還有內文的呈現啊 全部都是 有他的那個風格在裡面 然後 那我當初剛好他來找我的時候 我們也在進行一個計劃 叫做五夜巴黎計劃 大家有看過那個 五迪艾倫那部五夜巴黎嗎 那部電影 啊 有嗎 那部電影就是我們 我跟另外一個出版社叫做 廢之九啊 然後他是翻海明威 我們同時出版 廢之九跟海明威 PK的一個 那個 各出一本短篇小說集啊 然後等於是PK一樣 因為海明威跟廢之九其實是 亦敵亦友的關係 他們的關係非常微妙 然後而且都同時出現在內部電影裡 所以我們 然後這是一個長期的計劃 就我們每年都會 出廢之九跟海明威的書 然後我們希望這個計劃可以不斷擴大 甚至加入其他的出版社 然後把那部電影出現過的 藝術家作家全部南跨進來 為什麼你們都 竟然講五夜巴黎 結果你們出的都是美國作家 因為 所以剛好 這時候彭君就來找我 然後他剛好這本書也是那個年代 我就覺得哇實在太神奇了 剛好這緣分太奇妙了 然後他這個作家也是那個年代的法國的 道地的巴黎人 然後他寫的是道地的巴黎人故事 所以我們就把它 納盡了這個計劃之中 然後 他可以用另外一個不同的角度 就像剛剛說 我們呈現的是美國人的 在巴黎的那個年代的事情 但是紅軍可以用 道地巴黎人的角度來呈現 那個年代的東西啊 像美國人那時候就是在巴黎吃喝玩樂 但是巴黎人的生活就不一定是這樣 吃喝玩樂 對 然後最後可能有更多的淚水之類的東西 所以 我就覺得這個很有趣啊 那 就出了這本書 然後剛好 就切合我們的計畫 對 你們連佐拉也可以找一下 因為他也是那個 最後的人 對啊 有興趣嗎 還不要加入我們 就這樣 就我們希望 各式各樣的人都可以加入進來 然後 可以完整的重現那個年代的事情 謝謝 我們今天因為 我們還是要強調一下 因為我們今天是談巴黎嘛 談法國 談一些我們都沒有被注意到的文學 但是不代表我們不談台灣的東西 因為其實我們很多經理也會去回到去談 台灣這個 這裡本身應該被記述 其實從這個裡面 我們大概也可以看到說 我們自己對自己的文化的重視 比如說他們會去討論那個熟年文化 可是你看台灣在寫這個東西 其實還不是那麼多 在做紀錄 也是後來才開始會有紀錄 紀錄這些東西 所以可能就是大家可以看 別人怎麼去尊重他們過去的歷史跟文化 包括文化保存這個部分 把一個作家的那個房子 文化部把它保留下來 作為一個大家共同的記憶 而不是讓它被毒根掉 對 所以大概可以去透過這個事情去想一下說 我們怎麼做我們 我們當然不是不要進入到那種 所謂的重量媚外 一個所謂的想像的巴黎啊 那種 當作那個真的是一個文化很美好的地方 可是那文化的美好的其實都是靠過 靠著每一個人的努力去 他那個在地人去形成 那還有沒有 來